改成0,就是改成數字好了,用數字方式當成單好了 OK,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地方完成之後呢 首先呢,這裡一樣,我們組行來執行,組行來執行看看 看看這個地方能不能walk,首先的話呢 把這個地方稍微縮小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組行來執行 那組行執行呢,我們前面講過,就是徵錯裡面呢 有個組行,就是F8,我們來看一下,按F8 那首先的話呢 這沒有定義 Sub或Function 這裡,這個陣列呢,請你把它做宣告一下好了 這個宣告,就是有個關鍵字叫定 定一個 A,然後刮弧 七個,七個陣列 理論上我印象中好像不需要宣告 如果有問題的話,把它宣告一下 那定的話就宣告 A7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有 八個空間 因為編號從零開始 NF8 組行 接下來的話呢,我就切 Shit W3 那因為現在已經在這個儲存 這個工作表裡面,所以它沒有動作 再來的話,把相關資料儲存起來 那我怎麼知道裡面儲存什麼呢 各位優標放在上面 它就會自動顯示出 現在的那個變數 這個陣列變數裡面呢 它儲存的是什麼東西 G2 這裡面空的 再把它填一下 剛剛這個再把它重跑一下 拉回去 A2 A2裡面放的 日期 日期 這個地方日期 OK 那 這些資料呢 就會被存放在 這個 我們的記憶體裡面 接下來的話呢 會跳到這一行 是 Shit 這個銷貨名系 點slate 就切過去 有沒有 切過去 切過去之後的話呢 分別把剛剛的資料 寫到 這一個 一個蘿蔔一個坑 把它寫過去 單號 然後這邊日期 一個一個把它寫過去 寫過去之後再切回來 切回來之後呢 分別把我們 指定的範圍 分別是 B2 B3 這幾個範圍 把它清除掉 那先做selection 它會先select select之後的話呢 再clean content 把裡面的內容清除掉 為什麼呢 這個地方有保護 是不是有些 有些地方 不能夠刪除 F7 是不是 應該是到 把這邊打錯了 應該是F7 所以我剛剛這個地方 應該是F7才對 好沒關係 再把它移回去 那程式的部分 如果你組行 假設有錯誤的話 你可以把 這個 這個黃色的箭頭往上拉 然後往下 再一次 OK那就沒有問題 所以這裡的話 主要是剛剛這個 F2 F7把它改成F7 這個地方改正就可以 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range 再加1把它加回去 加到那個 我們的range B2的位置 把它加回去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就增加一個單號 那 第一步就完成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總共會有 四個步驟 四個步驟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但是這個程式還沒結束 我們要試試看